這台在美國賣價大約30萬元台幣的電動摩托車 所使用的離電池 就是由矽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裝卸電池時非常方便 另外目前大五輪工業區裡面 萬一停電時緊急除能設備 可以維持園區內全部大小公司及工廠 同時間的緊急電力能源供應 同樣由矽谷能源公司所提供 這個大概是主要是 它的要求是15分鐘 基本上我們大概測過大概在20分鐘 機動市議會議長同志委和市議員洪森永 以及安樂區定國里長徐英宇 專程到大五輪工業區參訪 專門發展綠能等雛能設備的矽谷能源公司 獲得公司董事長王文輝和總經理王君豪的熱情歡迎 除了聽取簡報參觀工廠之外 也了解綠能產業發展趨勢 作為制定好機動市未來的產業政策的重要參考 並且協助大五輪工業區成功轉型 吸引高科技廠商進駐 為機動子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能源儲能的一個公司氣股 然後這個王董跟王總非常熱情的接待我跟這個我們公車會總幹事 也是洪議員洪森永議員在這個工業區的這個發展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來參訪順便理解一下我們這個整個工業區的需要跟發展 也讓我們大家可以知道我們基隆有非常優秀的企業 我們必須一步一步的了解讓我們的產業政策制定的更完整 讓中央更清楚我們的需求 所以今天謝謝王總跟王董給我們一些指導跟參訪的機會 細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常感謝議長同職委 重視綠能產業的發展和趨勢 也期盼同職委能夠協助繼續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 挨注綠能產業的發展和推動 國家未來的幾年的一個重大的政策 那如果說未來那個基隆也能夠向中央爭取到一些所謂的預算的話 那可以加速基隆的這個太陽能或者除能相關的一個發展 那所以這個部分這個再請這個議座這邊幫忙爭取 謝謝 另外細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也向議長同職委介紹 該公司原本已經研發完成要生產一款超高效率的電動車充電裝設備 不過因為考量到全世界推動電動車的趨勢 因為國際局勢和地緣政治等因素 從原本規劃的2030年將放緩到2050年 因此決定放棄生產 這也讓同職委擔心 基隆市政府即將在兩年內 汰換全部舊型燃油試工車 改換全新低底盤電動試工車的政策 是否已經有搭配好充電裝等配套規劃呢 我們市政府目前正在爭取電動公車的補助很重要 那可是其實我們自己基隆市的建制發展有沒有完備 也就是我們的儲能設備 充電設備 公車場域 如何充電 在哪充電 然後充多久電 這都會有很多詳細的一些問題 包含司機的輪替 所以我想這個整體的政策 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非常的完整 然後再推動 不然到時候就會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而且我們現在全世界的能源政策 其實電動車是在放緩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 你看我們現在試占率 電動車的試占率其實沒有提升 那從歐美到亞洲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整個全世界都把這個電動車的政策往後延 也就是2030到延到 慢慢的延到2050年 持續一步一步的推 為什麼 除了我們要節能審探這個基本的 全世界的政策以外 我們還有很多必須要搭配的 尤其在我們基隆市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 如果有非常多的電動車 但它沒有充電設備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幫助整個 大家會不方便 所以我們在電動車的推動 還有整個產業政策的制定 其實必須完整跟周延 才會對我們基隆市的發展 或是明年馬上上路的電動公車 會有更好的幫助 希望市政府可以完整的制定 通知委表示購買電動試工車的問題 將在10月底市議會召開定期大會時 一併提出詢問市政府相關單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下一個按鈕 值 pencil 在二時間 頂